刘表手下的八大猛将 汉末群雄之一 西汉鲁公王刘宇之后 东汉末年 刘表被任命为镇南将军 荆珠墓 甲杰 封城武侯 在荆州期间 刘表恩威病主 招幼有方 又开经力学 爱民两世 从容自保 远交袁绍 晋杰张秀 内难刘备 距地数千里 代价十余万 称雄京江 先杀孙奸 后又常抗曹操 在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 刘表之所以可以长期雄聚荆州之地 自然需要一批勇猛的将领 对于刘表来说 麾下拥有八大猛将 阵容不输蜀汉 武虎上将和曹魏武子两将 一 黄中首先 黄中 二百二十年 自汉生 南阳郡南阳 金河南南阳人 对于黄中 这位将领 在刘表手下时 是比较默默无闻的 在跟随刘备后 黄中参与 到功取一周的战役中 当然 对于黄中来说 一生的巅峰 无疑是定军山之战 刘备称汉中王后 加封后将军 赐官内侯 四年 王中并逝 二 魏延魏延 二百三十四年 自文长 易阳平市 新河南省南阳市 同百县日 刘备攻下汉中后 提拔魏延为镇远将军 汉中太守 成为独当一方的大将 由此 对于魏延这位将领 深受蜀汉开国皇帝 刘备的信任 而在刘备 把帝成脱孤后 诸葛亮同样重用了 魏延真为猛将 不过 在诸葛亮 便是武藏员后 魏延因为和杨夷之间的 争斗失败 所以 被马带斩杀 成为蜀汉的一大损失 三 李延李延 二百三十四年 后改名 李平 自正方 南洋人 李延年轻时 为郡中专职立员 以采盖之名 荆州木刘表 让他到郡中各县任职 在跟随刘备后 李延得到了不断提拔 等到刘备白帝城脱孤时 李延和诸葛亮 一起成为脱孤大臣 在蜀汉 李延曾担任中都护 标席将军等官职 四 霍郡 霍郡自中苗 南郡之江 金湖北之江人 他的哥哥霍渡 曾在乡里召集家族武装几百人 霍渡死后 荆州木刘表命令霍郡统领这支队伍 在刘表去世后 霍郡跟随刘备征战 因为攻打一周中立下战功 于是 刘备分广汉为子童郡 以霍郡为子童太守 币将军 文聘对于以上四位来自荆州的将领 最终都跟随了刘备 与此相对应的是 就文聘这位猛将 则投入到曹魅的阵营中 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 在跟随曹操后 文聘多次引兵左恶关羽之师 成为曹操以为屏障的大将之一 威名远波 后又多从真考 内封后将军 新义侯 六 蔡茂夕 在东汉末年 有表之所以可以坐稳 金周墓的位置 离不开蔡茂所的家族的支持 公元208年曹操徽军入荆州时 蔡茂与款月共同投靠曹操 而后世入曹操徽下 历任从事中 郎 司马 长水校尉 封爵为汉阳亭侯 七 甘宁在文聘 蔡茂 投奔曹操位的背景下 甘宁则选择跟随孙全 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 历史于荆州刘表和皇祖麾下 未受重用 建安十三年208年 甘宁率部投奔孙全 开始建功立业 自此之后 甘宁为东吴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 促使孙全将其和曹魏的张辽相提并论 八 皇祖最后 对于以上七位将领 分别投奔到了魏蜀吴三国中了 不过 就皇祖来说 则没有跟随魏蜀吴中的一方 作为荆州牧刘表手下的江夏太守 皇祖在与长沙太守孙尖交战时 其部下将孙尖射死 因此 与江东孙氏结下仇怨 之后 皇祖在建安十三年208年与孙全的交战中拜北 被杀 文行还历史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情怀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提供